犯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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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不斷的呼救 58歲的陳姓男子 招人挾持 硬塞進後車廂 9月10號才能發生的 假車禍辱人案 警方跨海救出了陳姓男子 結果傳出嫌犯綁了 不該綁的人 因為陳姓男子 是早已退出江湖的 教父級角頭 從9月10號被擄走 一路從雲林到了澎湖 除了搭漁船之外 陳姓男子幾乎都被塞在後車廂裡面 獲救之後 因為骨折住進了醫院 警方 台灣澎湖抓了7個人 初不了解 朱仙徐姓男子綽號牛牛 他被北部的幫派集團 交辦要處理走私槍斗的案件 結果鎖定了 陳姓被害人來下手 陳姓男子一被掳 除了辦案的警方 更驚動地方人士 我房間有很多的訊息 與情資 我們都會列入重點的考量 予以擴大追查 其中5名被告 檢察官向法院 申請羈押禁件 一名被告交保2萬元 還有一名被告 因另案通緝入監服刑 目前逮捕的7人 主前徐姓男子 因為詐欺和傷害通緝 已經8間執行 其餘包括了一對木姓兄弟 和堅硬的船長 都被收押偵訊中 是否押了不該押的人 還有其他的槍毒案嗎 警方不排除 有更多人涉案 持續正辦中 三天新聞王少爺 朱瑋榮 台南報導